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妍打铁拙 今天我们本地的一位网友 联系小妍 说家里面拆迁的 然后在家里挖出了一些银园 好像是园大头 说让小妍当面来一趟 看看价格合适 就准备出给小妍 下面咱们已经跟网友约好了 好像在这个胡同的最里面 咱去找找 看能不能找到 这房子确实是老了 拆迁的 这个应该是我们周口 应该是我们周口 八九十年代 自己建的那个老房子 现在已经开始拆迁了 那位朋友说 好像他家在最里边那一间 咱去看一看 还得小心一点 现在可能都忙着搬家 准备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搬 可能是往前看一看 找找 这胡同挺深的 这边这边已经已经没了 没人了 哎呀 这房子都老了 哎 应该就是那位善哥 您好 果然你们家就在最后一排啊 刚才是您联系的吧 对 小岩打铁拙 银员呢 来 我先瞅瞅 我先瞅瞅 好 好 你看看 挖出来的 对 家里边我看都搬 搬得差不多了 是的 是不是 啊 这房子还圆了 行 先看银员 总共是五块 是吧 是的 不是 咱 我先看一下 哎呀 这个九年的 三年的 这个是十年的 确实都是老的 嗯 这一看是老的 在哪儿挖出来的 在那个 桌子缝的 咱到桌半天 桌子缝里 我的天呀 这是一笔小财 我看了 总共是五块大头 都是老的 东西一点问题也没有 嗯 还是老规矩 刚才咱们谈好了 对 一千二一块 五个的话就六千 可以 挖的还有没有带笼的啥的 带笼的还没有的 我找到 再把挖 行 再挖到其他东西 也可以和我联系 好嘞 银定啥的咱也能收 都可以的嘛 行吧 你这家里面地方不小啊 能进去看看吗 可以进 可以进 有点乱 没事 这老房子盖了多长时间了 得有三四十年了吧 有三四十年了 那确实 不过你们这地方大呀 拆迁肯定包的钱也多 这里面太黑了 咱就不进去了 有那个啥紫巾了 或者啥的给我 我把这个银员给装起来 好吧 拿手上容易那个啥 还用这个纸包 还用这个纸装起来 对你手 行 我给你转账 我转到吧 行行行 再收到东西继续联系我 好 早上来邻居早上八百东西 我给你点击 行 哎 行行行 嗯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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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